才剛請駕駛出示證件 下一秒 後座乘客似乎以為和他無關 車門開了立刻閃人 援警馬上追上去 跟著援警一起回到車門旁 自稱要上車拿證件 但整個人都坐上去 動作太詭異 當場被警方大聲呵斥 果然下一秒直接叫駕駛 開車快跑 事發就在新北市永和下午3點多 警方看見這輛車微停 在公車停後區上前盤查 對方趁機落跑 直接開上永福橋逃往台北市 自認躲不過大批警力 下橋後只能乖乖停扣路邊被逮捕 進一步調查 車上還搜出近百公克 K他命 超過10名援警迅速抵達 他們也只能安靜配合 原來身穿灰色上衣的 19歲正姓男子是駕駛 開車載著黑衣服的26歲溫姓男子 本來要一起去找朋友 卻當街跑給警察追 原來溫姓男子在今年1月遭到通緝 為了躲避兩年多的刑期 大膽拒检逃逸 但在監視器這麼密集的地方 還一想天開 以為能開車逃跑不留痕跡 雙倍警方合力逮捕通緝犯 開車的朋友則是有意氣 用錯了地方 自己也多背上一條 妨害公務罪 TV新聞里 我這家麥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